音乐 我想大家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都会想过 我是不是需要换一部好一点的琴 但问题是可能你不知道怎样为之好 可能你会问是否越贵就等于越好 答案当然不是 其实跟那个价钱未必有关 有些琴行将琴表现很贵 但其实你拉出来就会觉得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今天这一集我想分享一些我去选择琴 我会用的方法 大家可以参考下一次选择琴 你也可以用这些方法去试一下 第一样就是你拿起琴 你要看看它有没有一样东西吸引到你 或者有没有一些是令你很抗拒的 我所指抗拒这一样东西是它的外形 外形是很重要的 包括它的颜色 它的形状 因为这是很直接的感觉 如果你是很不喜欢它的颜色 或者你觉得它的外形是有些奇怪的 其实是很难是说服自己去喜欢它 你很难会用时间去 好像一个人一样培养感情 是很难的 所以第一样就是很直接 接着由外形和颜色去入手 第二样就是拿起琴的时候 看看它的条纹 我所指的那些木纹 譬如它是不是很平均 会不会有些木纹 这个也是跟外形有关的 跟一个人的外貌有关的 或者我不应该用人去比喻 但是就可能用一部车 有没有一些很奇怪的木纹 这个怎么为奇怪呢 这个是都挺主观的 是不是因为很奇怪 你就会不喜欢呢 都未必 有些人可能是特意想找一些 是另类一些的木纹 现在我手上这个琴 那些木纹的面板 一般的木纹都是直的 而背板的木纹一般都是粗一点 是打横的 但是有些琴的木纹不是这样的 有些是找一些幼一点的纹 直接是幼到你看不到的 或者是有些木纹的间距是很不规则 可能是这里幼一点 接着这里很阔 另外就是看一下那些颜色 比如我现在手上的这个琴 它会在这里是浅色的 好像有些火的形状 这个算是做得比较仔细的 就是柔柔方面 是做得比较仔细 有些是很清楚看到它是一片片的 我相信那些是比较便宜的琴 曾经跟过我一个学生见到琴 但是他就见到琴 真的很黑黑黑黑的 他就不想要 这个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有一些琴上面 有些事情是会令你喜欢 或者不喜欢 千万不要说我没有什么所谓 我觉得是 你要有些所谓 现在一些做得好一点的新琴 他们会用一些方法 是令琴看起来好像古董琴 那样的 譬如我这个琴就是这样 你看到它会有一些 我不是做琴 我不是很清楚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但它有一些好像一点点的黑纹 而且它的琴本身的颜色 是像一些古董琴 但其实它是新琴 看看你会不会很介意 这个琴有些像古董琴 很久之前 我妈妈和另一个伯母在说 一些关于琴的东西 我妈妈就说 我用的是一个旧琴 然后对方 这位伯母就说 为什么买一个新琴 让业绍希立立令 他不明白古董琴 是很自然会有一种 旧一点的 因为有用过的痕迹 是会旧一点的 现在新琴 为了不想给人一种很伸促的感觉 所以他就会用这种手法 让琴看起来有些像旧琴 从前的大陆琴 是师傅 或者当时人的口味 是不会用这种手法 或者比较少用这种手法 你一看到琴 就是橙红色的 你一看 就知道 除了知道它是新琴之外 你还知道它是大陆琴 但现在呢 在大陆做的琴 其实大陆的师傅 都已经很认真 很仔细 是不会令你 觉得 哇 我不想拉 已经没有了这一样东西 另外呢 拿起琴的时候 不用那么快 就立刻去拉他 看看琴眼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一个很和谐 看看他的手工如何 那个圆形 那些会不会有些很突压 或者是有些手工 还能看到刨刀的痕跡 那这些你也看到 这部琴做的时候 还有呢 那个师傅的手工 有多仔细 另外就是 看看琴颈 琴颈的地方 会不会很粗 很惨手 我估计呢 平价的琴 他就是便宜在 除了他那个 木本身没有那么好之外 就是他 师傅花响的琴的时间 其实是很少 所以有些粗 有些位置 就算是经常用到 那个师傅 都不会花很多时间去处理 所谓经常用到的就是 譬如这个延续 譬如是拉琴的时候 我们会用 会左手 整天在这一道 就是按弦的 这个琴颈的位置 你会看到那些琴 你拿上手 你在那里 闭上眼 你在那里移动的时候 你手在那里按音的时候 你手指弓 你会感觉到 这个指板 和琴颈的这条木 是中间的那条痕跡 中间的那个 空位 即是他表示 那个师傅 是没有很刻意 很小心 将它磨得很顺滑 即是打磨的工序 不会说很细致 那这一样 你可以在拉的时候 拉之前 是 看看他向着一些光的地方 去看看他 感觉一下 黑了眼 感觉一下 他究竟是否顺滑 另外就是 看看这些角的位置 看看那两条 我再说一次 我不是做琴 我不知道这条黑线 叫做什么 可能有看的朋友 比我熟悉很多 可以在留言里告诉我 到底这条黑色的边 叫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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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如果有好少少的琴 它会很清楚 有两条线 其实这些都是手工 角位 如何 不过 不过我想 有一样 更加重要 其实这个 比较少 需要担心 因为新琴 一般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 列文 小提琴是木造 所以最需要留意的就是 他有没有列文 他有没有列文 通常最令人担心的列文 就是沿着马仔 因为这里是受力的地方 所以如果在马仔的脚 是有列文的话 大家选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一些旧琴 古董琴 列文是很常见的 一块面板 可能是有十几处列文 大大小小小 长短的列文 都不出奇的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 如果是沿着这些F hole 你就会看到 咦 为什么这条线 无端端深了色 大家看到这个琴 其实是有些深色的地方 但是因为它是新琴 所以这只是 他处理的手法 不是真的列文 如果大家就这样看的话 可能都未必看得出 但是你黑眼 你摸一下他 你就会知道 如果他是一个列文的话 或者他真的列过的话 他就算打磨得多好 你用手摸一下他 其实你都会看到 其实如果用我刚才说的 这几点去看一个琴 其实已经可以给你一个大概 到底你觉得这个琴 值不值得你试 你给他一个分数 他一至十分 你在外形方面 你给他多少分 譬如这个琴 我在外形方面 我可以给到他接近十分 因为其实是 无可挑剔 当然如果你说 我不喜欢它是两块木 我喜欢它是一块木 这个琴 这个琴 未必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外形上 其实你看到 那个师傅的手工 他给到多少信心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以外形上 我已经给他 不要给他十分 给他九分 八分 八分 差不多九分 我自己觉得有九分 如果一个琴是这样的话 我会 这个事情 我会很想去试一下 第二部的时候 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在外 最初试琴的时候 都会 哇 有这么大声 拉到这么大声 在那里 鋸琴 但是 其实这样 这么大声 去拉的话 是 听不出这个琴 就是我们需要听的东西 我们拉的时候 我们需要听些什么 首先 我们 从个问题入手 先 我们不要听到有些杂音 有些旧琴 古董琴 其实他那个 旁边的板 其实跟那个面板 或者底板 是有些开口 那这些 肉眼看不到的开口 是 会 产生一些杂声 字纸声 是 那大家 试琴的时候 试一下 看看会不会 留意到有这些事情 那又是 新琴一般比较少 这些问题 拉一些长音 听一下 那个效果如何 每条弦 每条弦 都是 不用用一些很难的 弱段 用一个 大概是metto piano 至到metto forte 的音量 试一下 先 之后 我们有机会 才会再 用其他音量去试 但最初的时候 轻一点 试一下 每条弦 大家都应该有一个 心目中的效果 譬如 E弦 我们想它 轻一点 但轻得来 又不会很凶的声 那么 G弦 一般我们想它 厚一点 A弦 我们想它 介乎 A弦 有一种活泼的感觉 但又不会太过单薄 你试一下慢一点去听一下 用一些慢的音阶去试 听一下共鸣如何 所谓共鸣就是在你拉这些音的时候 你会突然间发觉 不应该突然 但是你会感觉到 有一个音是特别响的 譬如刚才在D弦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 是去到G弦 三首指的G弦 的时候 它是特别容易响的 这些都是加分的 会令你喜欢这个弦 另外就是看看整体 这四条弦出来的音色 算不算平均 会不会是每一条弦之间 是完全无关 完全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 每一条弦 我们想有一个目标 譬如我们希望E弦的音色 是很清脆的 G弦是很厚的 是 没错 他们会有这一样东西 但是 其实大家试得多 你会知道 如果它是完全不协调的 是很厚的 但是很厚之外 跟其他弦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四条弦的感觉 是太独特的话 这个弦就会很难拉 就算它真的是一个好的弦 但是如果四条弦的性格 那么分明的话 大家就 我觉得要避开这些弦 现在 我这个弦 大家听到四条弦是很平均 没有一个是特别 特别抢眼 是特别大声 是特别恶 是没有的 但是四条弦是 是 是同一个家庭出来的 那么 这就是 音色的平均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不应该用平均 是否和谐 四条弦之间是否和谐 小提琴的音色 其实是会变好的 如果你越用得多它 它在四条弦之间 是越能够和谐 或者应该是 在它们变得和谐的途中 你也会懂得如何发挥 这个琴的音色的特别之处 到底它变成如何 怎样呢 会变得有多好呢 这个好视乎 你又 你是不是经常用它 你是不是拘捕它 你是不是会找到它的特别的地方 或者你自己想要的音色 你会不会很想在这个琴那里 试试去做出来 是很神奇的 琴是会知道你想要什么的音色 如果它是好的琴 它会慢慢尝试给你那种音色 如果你做得到这一样东西 可能你拘捕了两三年 你慢慢发觉 你想要的那种音色 你的琴竟然是给到你 甚至可以源源不绝的给你 这个是拉琴的一大乐趣 其中一个乐趣 如果它是新琴的话 大家又不要有一些很不切实际的期望 如果你期望一个新的琴 即使它看似像一个古董琴那样 但是你期望它有 一个Stradivari 一个几千万美金的琴 这样的音色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你要知道新琴 始终会有新琴的一个普遍的音色 新琴普遍的音色就是 你拘捕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很大声 但是幼不幼小 是否仔细呢 这个一定不会及到一个 这个上百年的古董琴 那么仔细 是它会没有集音 但是在仔细方面 是不会做到的 那么这一点 你要是接受才行 不论那个琴是大陆做 还是意大利做 如果它是新琴 它一定会有这种音色 是一种很大声 很大声的感觉 大家不要以为大声就好了 哇 我琴很大声 就是拉琴的时候 就不断劈柴 那样 大力大功地去拉 但是这个一定不会出到好的音色 也不会让琴慢慢的音色变好 那么你要知道这一点 那么你拉琴的时候 要尽量避免太直接的用力 刚才跟大家看过一把 我觉得做得挺好的新琴 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另一把新琴 但是呢 是 可以告诉大家 这把是 绝对和刚才那把是没得亏的 那么 我自己呢 拿上手 这个琴 第一个感觉就是 颜色就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 我觉得好像 令我想起 一瓶 融了的拖匪糖 那些颜色是很沉活 是咖啡色 是 你想象到它是怎样做出来 是大量生产 是用一些喷油 好像喷车 那样的喷油 不会特别仔细 它都有少少做到 深浅的 这些会深色一点 这些会深色一点 但是呢 那个工序呢 比刚才那个 是 花的时间 是少很多 然后你见到 那些花纹 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是 是很幼的纹 是 是 一些 一些比较沉闷的纹 然后 你感觉到 那个琴 它没有说 用一种 要仿古的手法 去做出来 纯粹就是 基本的喷油 基本 我觉得它不是喷油 是喷油 所以你看到 那些油 是 是很平均的 但是 那个变化 是很机械的 还有 我刚才说过的 那条线 沿着面板 边 是有一条线的 在这个琴 那些线 看上去就是 不是很清楚 还有 那个距离 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不漂亮 对 就是不漂亮 那 我好像在说 这个琴的坏话 其实 就是 你给什么 你给多少钱 就会 你就得到些什么 其实都是 有 就是有些根据 就是你不可以期望 给一个 一千元的琴 你就收到一个 十万元琴的质量 其实就不会 但是 就算一个 一千元的琴 它也不会有 那些 很基本的问题 例如 我们刚才说过 琴有的 裂纹 它不会有 雜声 它也不会有 会不会好听 肯定不会好听 但是 就不会 有那些问题 不会有那些字 就这样看 这个琴 你看这个面板 刚才说过 背板一般都是 横纹的 粗的纹 有些人叫它做老虎纹 但是 这个琴就不是 它那个 纹就是 打直的 这个琴颈 就是 那间琴行 就是卖这个琴的那间琴行 还很好心 就特意黏了一些胶纸 然后呢 就等初学的朋友 知道 哦 这个音呢 就按哪 这边 我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很小 有一些大的点 有一些小的点 有一些小的点 那我相信 但其实 是的 黏了一些胶纸 在那里 但是 如果看我影片内的观众 都应该知道 我是很不想 有这些胶纸 在那里 但是这个琴 就是有这些胶纸 而且 你没办法知道 这个琴的手工 就是在琴颈上的手工 因为它包了这层胶纸 我拿上手 我就是感觉到 是胶纸 那 就是这样的 而且你感觉到 那个琴颈 这个厚度 挺厚的 那这样 在小提琴来说 就不是一个很容易 拉的 就是我们会叫做 我们不想 那个琴颈的厚度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琴颈厚度 那个差别 可能只是 一两毫米 但是就是这个差别 已经是令你觉得 那么厚的 好像 越是厚的话 越是 越是 换靶的时候 越是难的 你看这个 这个琴竹这里 还有些木碎 在那里 很惨手的 刺手的 都不至于刺手 但是好像 转完一个洞 即刻 就 没有想到其他东西 没有想着打磨 这些 这些 这个 木舌 转完洞的痕迹 都有在 另外就是 很生硬 你看这些 这样的 噴油 哦! 这里是啡色 然后直接 就 哦! 就 这个 琴本身的色 然后这些 又直接用一种 好像 融了脱匪糖的 这样的色 那么 其实 看到这一道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啦 叶善去 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琴 但是你可不可以 拉给我听 就是 有多不好听呢 我自己 拉这个琴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这个琴的声音是很扁的 音和每条弦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是散开的 是否等于这样 就拉不得好呢 都不是 你知道琴的弱点 你就避开它 你就尽量令 这四条弦的音色能够和谐些 尽量 但是 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琴就是这样的音色 首先 我一拉头那两个音 已经是 它仍然都有些少许G的厚度 即是音色是会厚 厚一点 但是是很蒙的 相后刚才那个琴 是很 好像很没心机 好像很不起劲 不如我即时比较一下 是很即时有反应的 是很厚 再听一下 小心不要太大力 我用一样的力度 甚至我用更大的力度 它是 好像隔了几层布出来的 这样的声 是没有杂声的 但是 不应该有的单薄 我只能够说 连G弦 D弦 都已经这么单薄 大家可想而知 去到A弦 和E弦 是更加 单薄 不但 还会有其他 大家可以听一下 然后A弦 哇 忽然之间 好像很大声 那样 除了因为我拉凶弦之外 但是 那种大声 不是很好听的大声 是很扁的大声 不是很小提琴 的大声 是飙了出来 很扁 好像鸭那样 不是一种很开心的音色 你就知道了 如果我把四条弦拉一次 大家会听到 蒙 G弦 D弦 蒙 接着A弦 B E弦 不是很开心 就是四条弦 这样 大家应该要避开这些琴 你试得多 你就会知道 有些琴 你一拉 你已经是不想 这样说好像 对这个琴不住 因为他也是有生命 他也不想做一个不好听的琴 那奈何 有些人 有些师傅 他需要一些琴 是比 或者做一些琴 比初学的朋友 他就 就是 工序不太好 有 材料本身是普通 所以就出了这样的声 但是 不过我想初学的朋友 要记住 始终 自己的功夫 才是 最主要的因素 如果你 不拉准 这些音阶 你不拉准节奏 不拉准音的话 就算是一个 很音色的琴 他出来也会很难听 如果你的目标就是 我即使拿着一个 叉 或者很便宜的琴 但是 别人觉得 你的功力 令这个琴 显得不止值这个价 是不是一个很贵的琴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件事 或者你能够以这个目标 我觉得 你也可以用到一个普通的琴 去 或者应该说 一个普通的琴 能够帮你去练 也是它的价值 只不过 当你拉得多 一个 拉得多好听的琴 你一拉这些琴 你就会觉得 嗯 明白 就是这样 那最后 我可以给大家 去看看 我自己的琴 大家 在之前的影片 会见过 我用这个琴 这个琴 是一把 1879年 做的 嗯 相信是 德国琴 但是里面的 招指 已经是 很难 看得清楚 大概好像是 写着是 莫尼克的 那 这个琴 呢 有什么可以说呢 都不少 第一 它是不是很帥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木纹 哦 都挺平均的 就是面板 但是背纹 是没有的 比刚才 我说过 那个新琴 还更加 更加强 就是如果 一个新琴 是用这个背纹 我用这个 这样的背板 我觉得 我不会拉它 但是 这个琴 是在1992年 一位 Auntie送给我的 我当时不知道 如何为止好 我就是知道 它是一把旧琴 但是1879年 对当时的我来说 一个五年级的 学生 一个 五年级的 男生来说 如何为止好听 不好听 我真的不知道 1879年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 哦 1879年 其实1879年 就是说 Brahms 是仲在生 1879年 其实就是这样 刚才我们说 列文 这个琴 其实原来有很多 列文 但是 我在拿到这个琴 的时候 我没有用刚才的方法 这样去看 我就这样 可以数到给大家 有什么列文 这里有一条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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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大家看看 这个 close up 可以看到 然后这里 那些木 又好像 像 岩蟬 那样 然后 这些琴 一定没有经过 一些古董琴的处理 我相信 他当初做的时候 也不是这样的 背板又没有纹 这里又有一个 很明显 整过的 痕跡 拉出来的声音是怎样的呢 是 没有刚才那些琴 那么大声 但是他有一种很特别 是很甜美的音色 尤其是在A弦 D弦 那里呢 是 新琴 是 不能够 是 是 做到出来的 所以 这个也是我 喜欢这个琴的原因 而且 始终它是跟了我 很久 那么 是有 很深的 情感在那里 我是 就是 我不知是我的 战友 还是怎么样 但是就是 如果 以我刚才说的 那些 那些 准则去看这个琴 其实是 没什么特别的 你看到他 这个琴头 那些手工 其实都很粗粗 这里有一条很深的坑纹 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是 这个琴的木本来是漂亮的 但是 当时的师傅 他就 我不知道是不是 都是他的风格 正是看到 不是很对称的 但是 就是 你拉下的时候 你就会 感觉到 琴的 特别 再说 一个方法 可以给大家 看一下 如果大家想 选择一个 古董琴的话 你可以 很轻力地 敲一下 背板 沿着琴边 去敲背板 但是 如果你听到琴 某一下 是听到 很干的声 是特别不同的 就是说 那个地方 是有开口 这个方法 就算是 专业的 其实这个琴 去到 旁边的位置 是有些 声音是不同的 其实有些 像 炎柳师 他们拿着一枝 很长的棒 在那里敲瓷 看看会不会有些 空心 这些声音是实的 但是 这里 是 薄了 声音 但是 是不是一定有这些声 就等于他不好 或者会有杂音 也都未必 只不过 大家如果 选择一些 古董琴的时候 这一点要留意 这个就是 我最喜欢的琴 是我自己在用的 今集跟大家讲了一些 如何去找小提琴的方法 不论你想找的是 新琴 还是古董琴 这些方法是我自己会用的 希望能够帮到你 找一部你心水的小提琴 但是你说 我还是不知道 没有什么信心 没有什么信心 找一部琴 那我怎么办呢 第一个地方 或者第一个人 你应该问的是 你的小提琴先生 因为是他最清楚 你拉琴的方法 风格 以及最知道 如何的小提琴 是适合你的 所以你应该 先问了 你的小提琴先生 但是 如果你说 我没有小提琴先生 那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是 或者你也对我今天说的 这样一款的小提琴 很有兴趣 你可以是 经E-mail 或者Facebook IG那里联络我 那今集 去到这里 很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集 再见